跟着鸭子妈妈一起来跳舞好不好 鸭鸭夫妻带着小鸭鸭到城市里探险 遇到城市里许多不守交通规则的车子 鸭鸭夫妻一边保护小鸭鸭 一边教导鸭鸭们相关的交通安全 也希望用路人要尊重行人优先 保障行人路权 交通安全教育非常的重要 尤其在国小 我们现在是没有社科来用 但是它有关小朋友的安全 所以我们基本上除了宣教之外 有透过很活泼的剧场的表演 这个部分来做 对小朋友会印象深刻非常的重要 除了邮剧团改编绘本故事 让路给小鸭 以戏剧的方式让小朋友了解 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 也有行动车载着满满的绘本书籍来到校园 让小朋友自由翻阅 阅读更多有关交通安全相关的书籍 如果小朋友突然走出来马路 可能他就会有车子会经过 那车子在经过的时候 他可能因为看到他自己的同学 或者他看到他爸爸妈妈突然冲出来 那这种的危险 他应该要有一个风险的意识 这一项阅读交通共好行计划 是由内政部营建署 高雄市交通局和高雄市图书馆合作推出 并且从交通事故数据分析 林园和凤山区发生交通事故的比率偏高 所以特别希望书车和故事剧团 能够多走访该区的校园 其他的车辆应该要礼让我们的行人 那这也需要从小学的学生我们去灌输 那他也可以去影响到他的父母 让他父母在开车的时候 他如果坐在车上告诉他父母说 你要过马路 穿过行川线 你应该要礼让行人等等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希望 在这样的一个活动里面能够建立的 剧团演出当中 小朋友也化身小鸭鸭 一起学习如何过马路 认识江东号制和标线 小朋友也举手回答相关问题 让小朋友建立正确交通安全之势 进而带动家中长辈遵守交通规则 这个外面的车流量相当的多 相当多 有时候因为导户也进来的 到部分的小朋友 在这个地方要学到很多的过马路的技巧 还有红利灯的一个遵守 这个才能够确保 现在的交通观念 着重人本交通行人优先 不管开车或骑车的用路人 不能再横冲直撞 要以礼让行人为优先 希望从小扎根带动家中长辈 一起遵守交通规则 记者蓝昌邦高雄报道